捍衛新人 捍衛新人 鸡腸骨蛋 鸡腸骨蛋 为了拟定虚母厂管理资质条例草案 台东新议员以及当地居民 所组成的专案调查小组 4号早上到养鸡场预定地 实地会看 民众还搬了好几包的鸡粪到现场 模拟未来养鸡场可能造成的污染 希望让专案小组成员可以实地感受 现场大家就闻到这个味道 这个鸡到变了一个味道 小小的两三包而已 那如果说五公顷的机场的一个大便 你看要多大 这个二臭到时候是多可想而知 我们将要遭受这么大的一个潜在的风险 跟一个空气 一个水质 一个土壤的一个迫害 所以请你们 请你们三思而后行 居民表示养鸡场预定地太靠近社区 邻近还有国小以及体育中学 要求县衛会尽早拟定资质条例 而专案小组成员也表达多项看法 我们是不是呼吁这个政府 来成立一个特定的养殖专区 远离住宅 医院 学校 社区 包括传统礼艺 包括很重要的水源保护区 请落实联机法21条 先征求我们的同意 我们希望能够在5月8号 能够对我们台中县的 触目的资质条例能够做修正 也对针对每一条条文 能够为台中县这一块好山好水做把关 汉卫开刀 汉卫开刀 新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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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案小组表示 会将当地居民意见纳入 同时将积极收集各方意见 最快在5月8号可以送宪议会 进入恶毒审议阶段 记者文靖靖的办台东市采访报道